水白亮面外形 内部嵌入LED灯 还能手动调节温度 价值接近19万元的 意大利复古冰箱 现在竟然在航空公司网站 就买得到 长榮航空电商 推出这台迪士尼联名款冰箱 还主打通路限定 限量两台抢攻宅经济 疫情爆发以来 航空公司力拼电商平台 不只长榮卖起大型家电 经营电商20多年的华航 贩卖日本戏剧爱用的烤箱 床铺及吸尘器 都是畅销商品 国泰航空近期也更新网购平台 包括电锅 电视 甚至空气清净机等家电 统统有 航空业掌握了 一运输 二仓储 三 会员各自的优势 另外台湾的现行法令 对空运的报关 具有比较弹性的政策 消费者比起用海运通关 更能快速的落商品 对追求流行时尚 并且喜欢旅游的客户 无疑提供了免出国 就能买到进口品的服务 航空业疫情之下拼出路 不过随着各国陆续解封 航空业也迎来三大利多 包括进入货运旺季 海运极单转空运的需求畅旺 另外运价也将挑战新高 11月起亚洲北美线 传终每公斤将突破新台币500元 创下去年5月以来新高价 加上航空双雄 华航长荣宣布 全面付费印尼线布局货运 客与市场为营运打底 也渴望推升业绩成长 三星运送一块 李某山泰报导